這間是我很喜歡的一間賣五斤的 然後裡面的爺爺跟奶奶他們都是自己在飯碗之後自己煎的 很棒 這個手指頭可以穿過去的在台灣或是微鏡品 這個其實這樣子就算微鏡品了 所以我們不能買這種我們只能買手指頭穿不過去的 那現在這邊的話是10個以下跟11個以上價錢不一樣 那大概都會差個10塊到20塊台幣 這個很厲害大家看得出來這什麼嗎 這是雞眼扣耶 然後最小的有到這麼小耶 我們來買五斤然後買了一些小的手指斧 那到時候如果有興趣的我可能就讓留言 或者是分享影片的我拿幾個五斤出來抽獎給大家 好吧 那等一下我們會繼續去逛附近的皮革材料店 OK 鵝羽橋道具街 來這裡找看看有沒有 刀子 或是 磨刀石 小買一塊磨刀石 這裡很多就是 做一些烙印的啦 餐具啦 開店的人 來這裡應該都可以找到蠻適合自己使用的器材 我現在沒有裝麥克風聲音不知道怎樣 這邊有那一夜中的牌子啊 真的很適合買的 刀子 鯨魚刀 你看看各種不同鯨魚 圍寨原諏 有磨刀石 有看到 multiple樹把它講破了 任何化魔道 後面的石頭 不是紅石 好醜喔 不用看 很燙 這個真的很燙 很像玉米濃湯加很多麵粉這樣 它是豬肉的 好像這樣酸酸的 重點是它微波鍋還是很脆 味道很重 好吃 好醜商店好像要搬到附近了 我們去找看看 買了一些還不錯的東西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那待會我們就會去超市買一些東西 然後回去煮今天的晚餐 煮超沙買食物吧 回去吃